好,那上馬的時候一定要等馬,安靜的站著 我們再上馬 好,那現在有點抗拒 我們上馬之後,最主要在漫步裡面,必須把馬皮的靈犀建立起來 像現在一個不知道看到什麼,變得有點抗拒 那我們必須讓它放鬆下來,在這個騎乘當中 好 那這漫步裡面最主要做些什麼事呢 可以看到我,江層帶放的 那最主要它是壓力的產生與壓力的釋放 像這個月來啊,因為一直下雨,所以場地都很潮濕 可以看到我們現在馬走的稍微比較好一點了 像這匹馬,常常會因為外面的事物 影響它分心 所以我們必須讓它,把它的注意力鑽住在我們的身上 放鬆下來 在這漫步裡面,能夠把馬放鬆下來 放鬆下來就是給它一點壓力 然後產生彎曲,身體的彎曲 然後放鬆 然後叫它往前走 或者是像我們現在會 將它有點肩內 像現在這樣子 馬屁在側方運動的時候 馬屁在側方運動的時候 是最容易放鬆的 是最容易放鬆的 好,讓我們 先停止 其實我們控漿是 告訴馬屁要做一些改變 並不是拉著不放 好,像我剛才可以做了兩次 三次的 半檢卻才讓馬停下來 馬停下來我們就放鬆 好,現在我們做後退 好,後退並不是拉著馬往後 我們最主要還是 告訴他要後退 讓馬知道 而不是拉著它不放 它往後的時候 我們就會放鬆 好,現在做點肩內 上個禮拜的影片 大家有看到 一樣像開始一樣 馬是有點害怕往後的 那通常我們做到什麼時候呢 像這樣子馬 浮蟲放鬆的時候 我們才會開始 做快步的運動 好 好像這個塵子都不是很好 因為它有抗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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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屁有時候對水會產生很敏感 其實 讓馬多走幾次它就會放鬆下來了 好 現在我們做 右邊的肩內 好 很多時候 我們在快步做不好的東西 就是回到慢步驟 回到快步驟 好 記住這個原則就可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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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這邊我們要做一個定后枝 哦 有点大 这次的停止就非常好 达到我的要求 好 哎 左定制左定后置回旋 好 这边比右边的那个定后置回旋要好小很多 那每匹马的左右的柔软度是不一样的 他对江神的感觉也是不一样 所以我们必须把马 透过不断的去教育他 让他知道我们的历史 知道我们的辅助 像很多人在这个时候会把马 的头拉上来 其实不需要 只要我们的脚浮处下去 他的头就会上来了 好 定好一只 好 感觉到外面有点声音马的头就抬起来了 其实我们在这个漫步里面可以看到这马已经比较稳定了 好 这边的左边的肩内 好 我们在这边会做一个后退 好 马屁如果做得好的话 就可以给他一点鼓励 好 在這邊有一點散 因為水的關係 那他有點反光 會造成垃圾 會有點猶豫 好,我們在這邊做一個右邊的電貨汁 好 右邊的間內 那這匹馬有時候會把頭躲在下面 好 我們希望馬停下來之後 能夠放鬆的站幾分鐘 而不是馬上就走 那走也是得到我們的腳扶出的指定 大家會走 好,像這樣子馬屁的漫步 的一些工作 大部分都做完了 那我們等一下就會進入快步 那通常我們騎一層都是由快步打浪開始 因為這樣子對馬屁的背部 會比較輕鬆一點 快步一開始就有點抗漿 好,沒關係 我們稍微左右動一動 乾脆 那麼好 我們可以看到 右边的尖内 右边的尖内 左邊的肩內 那我們快步一段時間之後我們就會回到漫步然後再把馬皮放鬆 可以看到馬皮完全停止我就放鬆了江繩 那他可以在這邊站個幾秒 等待我下一次的指令開始 像我們為什麼要做後退呢 其實後退就是馬皮對於寇仙江繩的尊重 還有他身體有沒有透過性的一個指標 如果沒辦法後退的就代表這匹馬的透過性是不好的 這次的停止就有點抗疆 好 如果他像剛才要往前走,並不給他往前走 因為那不是我的指令 希望他在這邊再站個幾秒 能夠再放鬆一點 其實我們所做這些動作 最主要的要求就是要求馬屁服衝 如果馬屁對於七手不服從,那會產生很多危險 右邊的釘後直 這樣會比較大一點 左邊的釘後直 這邊就做得非常好 那我就給他一點鼓勵 來右邊的釘後直 來,這次就... 又比剛才那隻好很多 大家可以看到現在馬屁是比較放鬆的 我現在做一個停子 就比剛才更容易停下來 那教育馬屁不是把馬屁操類 其實操類並不會真正的達到教育的目的 而是確實把這些東西交給馬屁 讓他知道要做什麼 現在左邊的肩內 現在左邊的肩內 右邊的圈層 好,我們要變成快步 好,我們要變成快步 好,我們要走 可以,我們要走 我會使你 我會想做什麼 好,我們要走 這裡 好,我們要走 因為這裡 好,我們要走 好,我們要走 我們要走 好,左邊的間內 右邊的間內 右邊的間內 看到我們在快步轉換漫步的時候 其實我是做了兩次半檢驅 那不像一開始那麼抗漿 它是很容易的就這樣子轉換變成漫步 好,我們再拿它 左邊的偏橫步 好,這次停著還不錯 然後我們來後退 好 後退對於馬屁來講 並不是一個很自然正常的動作 因為它的眼睛看不到正後方 所以它對於後方會比較害怕 然後它能夠俯衝我們的指令 然後很慢很穩定的一步一步後退 那必須要對騎手有一個比較大的一個信任 然後才能夠做到這些動作 好 右邊的間內 像我剛才講的這個鼻隔 就是沒有綁那麼緊 所以它抗拒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嘴巴會張開 但是它就是有一個限度就會限制住 在這齊稱的過程當中 其實它不是一直都是張開嘴巴的 所以可以看到 它並不是一直的抗漿 如果沒有抗漿我們就是鬆的 像這樣的 那我們 如果一直跟馬用江繩在打架 其實我們會打不過它的 然後馬會因為這樣子 那口角會越來越 變麻 那對於江繩的控制就會 越來越遲鈍 好 我們再做一個 右邊的定後 就是這樣 好 可以看到的是比之前小很多 所以 很多動作都是我們 一再不斷地重複 馬才從這個裡面 學到一些技巧 那我們 騎的人也 會在這裡面 學到一些更細膩的技巧 來控制馬屁 左邊的定後肢 可以看到這邊就很放鬆 比右邊好很多 那通常馬右邊比較硬 那 怎麼原因造成的呢 其實跟我們 右手 比較有力有關係 因為我們大部分都是 右撇子 那 馬抗拒的時候 那右邊因為比較有力 所以就會出比較多的力量 來跟馬 對抗 所以造成馬右邊 會比較硬 好 我們在這邊再做一個 右邊的定後肢 好 這邊 可以看到 馬放鬆很多了 好 我們再做一下快步 我們就會 結束今天的訓練 我也要做一下 我們 對 我們 我們 防止 我們 來 我們 老闆 右邊的尖誒 右邊的尖誒 左邊的尖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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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微高一點把它騎上來 可以看到它現在土會比較高起來 好嗎 好,我們讓馬走一下 然後就結束今天的訓練 然後可以看到後面還是有一些馬有變頭比較高起來 那我們是透過內方角把馬趕到外方 那外方軸把它接住之後 那馬自然就會受險下來 再次沖得小火 top 些另一方 有 Wright 我们会在这边做一个停止 然后后退 再结束今天整个课程 今天后退不是很好 我们再让他做一次 像这匹马像刚才这样子 一开始的时候就会有点抗拒往前 通常他对江省还是不太尊重 那透过性也没那么好 我们再做一次 马的反应就是先抗拒 现在我们拉后退 主要是拉有节奏后退 不要抗拒 这是我们要的目的 我们用外方的脚把他停下来 再做一次 可以看到马是点在手上的 他如果后退我就会松了 我们会在这边下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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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像我们这样子训练之后 马其实会对蓝产生一个性能感 所以当我们下马的时候 他会站在我们的身边 是不太会移动的 是不太会移动的 我们给他轻拍 我们给他轻拍最主要是 帮助他更放松 有助于我们在马鞍上的时候 拍脖子或轻拍他 他不会太过于紧张 然后造成暴虫 造成暴虫 好 好 我们可以看到 像这个地方 还是这么松的 因为上马之后 就把他挑紧 好 谢谢大家